今天我來到這個長亨村 位於青衣的位置 大家可以在九巴網站看看如何是長亨村 究竟想和大家去哪裡呢? 就是去這個行青衣的自然經 去拍青馬大橋和丁九橋等等 我們要經過一些正確的路徑 也會下一些秘道 令大家可以更近地拍攝很美的橋的景色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走 後面的巴士站 如果上去廁所 可以去對面的廁所 去完之後 沿著這條路往上 其實沿著整條路走 走到要轉彎的時候 再跟你們說 我們要過前面那條路 即是一站小巴的位置過去 這裡有些吵 希望大家還能聽到我的聲音 我們就要這樣 穿來穿去地走過去 其實這裡是有塊牌的 跟大家繞一繞過來看 這裡 我們就要走北面入口 還有大約350米 就是這條路沿路走 前面見到一塊大一點的牌 這裡就是正式的入口 我們看到寫著 青衣自然境 這個是北面的入口 有寫著的 左右兩邊 左邊比較尺 右邊比較平坦一點 其實都是合同一條路 那我走右邊 舒服一點點 這個位置就會很簡單 拍到這個丁九橋 而青馬大橋 是這座山的 比較後一點的位置 遇到這裡 有左邊的樓梯和直行 我們要走邊 所以我們要直行 前面有休息亭 穿過休息亭 再繼續走 這個亭是叫做回歸紀念亭 應該叫做回歸境紀念亭 在這裡整個自然境 是非常多休息的地點 所以大家不用怕辛苦 分岔路口 左邊是往野餐區 右邊這個直行的位置 是我們要走的道路 沿路路走 我最喜歡這裡 就是整條自然境 其中一點就是 它是用木的欄杆 不是用鐵欄杆 令我真的好像 是遠離帆囂 在一個森林裡面 去享受大自然 或者好像回到以前的一些環境 不是給一些科技 電子產品 很吵的感覺 總之心情很好 走這條路 這裡大家會看到有一條小路 我們可以走這條路 其實沿路是圍著條邊去走 小路都很開揚 待會都會去回主路線 縮短很多路程 小路 嘩 都沒有這麼快 就先合上這條主路線了 走少一點 有分別的都 看哪裏 你看 它又要繞下去再上來 那我們不用這樣走 第二個休息的良品 大家可以在這裏休息一下 然後再繼續的行程 因為馬上我們繼續的行程 是左手邊這條路的 先坐一會 休息一會之後 看到這一塊牌 我們圓塊牌 即是剛才所說的左路去走 那麼 久不久會有少少樓梯 上上落落的 不算冷鞋 到達標區柱的地方 遼土山標區柱 應該是 除非不是 你就會看到這一道橋 冰狗 那我們再走前 開陽一點的地方 更加舒服 那條路 好幟 沒有蛇 我沒有車打開 我沒有車打開 不過被一棵樹遮住 哈哈 哈哈 這個位置就準確,對我來說 拍攝完這裏的照片之後,我們沿前樓梯下,我們去找一個青馬大橋的攝影位置 前面分岔路口,我們靠右邊 後面拍攝完這個橋之後,左邊竟然讓我們看到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帶大家去看看,進來已經看到一些很漂亮的花 應該是一些遠山神魂人士 向日葵,再向前面走 像個神秘花園一樣,很棒 如果大家喜歡看植物,這條路會滿足你的 哇,神秘花園 很漂亮 很漂亮 你拍出來也很漂亮 是 只是純粹想拍而已 是呀,純粹想拍而已 看到 哇,很過癮啊,這樣看過去 哇,這波鐵花園 向日葵,後面有橋 很漂亮 哇,還有一張桌子 很棒 沒錯 那裡不是有一張椅子嗎 對 它真的很滑 而且這個是力學的東西 你看 一張海 你看 對 對 是呀 哇 哇 很頂癮啊 啊,看到拍照 看到拍照 好啦,幫你拍照 拍照 拍到那個特色,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這樣就可以了 一、二 燒 想想我們良善美麗的統領 哈哈 哈哈 這個形象形容像是甚麼叫美麗啊 哈哈 美麗的定義是很多種的 哈哈 好啦,我們走出去了 來到這個樓梯底的位置 那這裡是有一條秘道穿進去的 就是這個位置 我們就要走過去了 進去之前,要做一件事 噴蚊爬水 Let's go 好 超興奮啊 左邊就是青白大橋 前面就是丁九橋 兩條橋 拍照 如果今天是好天氣 太陽好的話 然後呢,過來拍日落 簡直一絕 那大家就可以自由 找個覺得最美麗的位置 設置部機就可以了 拍完之後呢 我們都是沿路走上去 接著就經樓梯上去 走第二個出口離開 這個就是最佳景點 我看到前面有條繩子可以爬下去 我相信那個就是 這個車子真的很喜歡拍照的 一個最美麗的位置 那我就拍給大家看 大家自己走的時候 就要特別小心 如果覺得不安全 不要去嘗試 真的完全穩陣了 先走這條 這裡有條繩子 我有點困難的 因為我一隻手要拿機 我不是放在背包裡 試試創下條繩子 穩陣 這裡就是最美麗的位置 這個位置真的不同 沒有理由不來 走到過來了 沿路走回到樓梯底的位置 我們就走樓梯上去 又是樓梯? 為甚麼是這樣的? 又到了一個大樓梯 然後呢 我們就要靠左邊開始下山 最後一個標距柱的位置 最後一個標距柱的位置 我們這裡左右拍完風景 我們就沿路直落 就是推出點了 這裡就看回整個青衣的住宅區 剛才我們就在那裡上來了 我們就繞了一個圈 這樣圍繞地走過來 那個就是長亨村的巴士總站 比較遠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看完風景 沿路下去了 少爽一點 我們已經由這個青衣自然境的藍門 那個位置下來了 那我們就整個行程走完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LIKE和SHARE出去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訂閱 按旁邊的鐘 可以收到我們影片最新的資訊 想我下次走哪裡 留言給我 告訴我 下次再見 掰掰